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1531集 我是老板的女人 女子有几分得意 将手中托盘放到了不远处的桌面上 过来 她回头看向凤九儿 凤九儿抿了抿唇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轻轻地迈脚 走了过去 你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给你送吃的 女子伸出冰冷的肠指 在凤九儿脸颊上划过 谢谢 凤九儿拉了拉椅子坐了下来 女子看着她月眉一条 吃啊 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凤九儿抬眸看着她 摇摇头 女子却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糕点 不饿 也得吃 别以为自己年轻 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糕点里面有毒 你知道吗 老板根本就没有看上你 他就是想带你进来 将你毒死 快吃啊 张考 凤九儿听到糕点有毒 脸色顿时一变 立即伸手捂住了唇 要不是这个女人出现 她还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听见里面的讨论声 这里是没有人在制药 但她隐约能闻到那种不好的味道 哪怕以前已经猜得到 想得到 凤九儿还是亚一道了 但更多的是愤怒 吃啊 女子一手抓住凤九儿肩膀 女子比凤九儿还要高大 面对情敌力气肯定少不了 吃啊 她手中糕点 已经接触到了凤九儿手臂 不吃 凤九儿站起来 后退时碰到了椅子 砰的一声声音很大 女子将凤九儿推到墙边 伸手拉她捂着唇的双手 膏点抵到凤九儿唇脚上 哼 不吃也得吃 哼 你以为你这么容易 就能成为我们老板的女人吗 快点 张嘴 有我们在 你休想 一个房间的门打开 一名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男子身穿白色衣裳 前面围着一块白布 头发被白布裹起 和外面的人打扮不一样 哼 你来得正好 给我压着她 她不愿意吃糕点 哼 都进来了 我还能让她如愿吗 推嗓中 凤九儿闻出了 膏点是真的放了药 不过 这种毒药对一般人影响不小 但对她的身体影响不大 凤九儿比冷血飘还要疯狂 在研制药物的时候 试药是经常有的试 日子一久 她对毒药的抵抗力比其他人都要强 果然 毛灵液是不会这么轻易相信一个人的 这就是她试探我的手段吗 有了男子的加入 弱不禁风的凤九儿 他们并不觉得 这个女子昏倒在这里 能窥探到什么呢 凤九儿爬过来 肯定不是为了装死给谁看 那疯婆子离开了 她要看看 还能不能听到些重要的消息 凤九儿没想到 她真的能听见里面的人对话 声量虽然很小 但还是能听见不少 房间里隔了一个大屏风 屏风后坐着四人 站了几人 坐在主座上的人是毛灵液 另外还有三人坐在两边的座椅上 两男一女 老板 您说会不会是皇家的人呢 女人突然猝没说到 十娘 这话怎么说 坐在十娘对面的人 是一个长着满脸胡子的彪悍 宋十娘看了毛灵液一眼 不见他说话 便说道 永山城那场战役 查清楚了 是大皇子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 和他对战的人 就是当朝三皇子 三皇子真的叛变了 满脸胡子的彪悍 皱紧了眉头 十一八九啊 宋十娘身旁的男子 文质彬彬 一脸清秀 满脸胡子的彪悍 看了看文质彬彬的男子 没有再说什么 三皇子和那股来自别国的力量 逼退了大皇子 大皇子似乎是走了 但是不是真的走了 谁知道呢 老板 刘川城 一城等几个城 各派了三千兵过来 他们本来就希望 我们平原城能够撑过这次战役 他们没理由这个时候挑起事端 让我们无力顾及战役 所以不是皇家的人 就是 城主的人 彪悍男子看着毛铃叶说道 如此说来 还是皇家的人 可能性比较大呀 不过 蔡将军为什么要烧我们的药厂呢 说不定是要给我们警告 文质彬彬的男子端起了一只杯子 难道说 蔡将军知道 宋家村药厂的秘密 文质彬彬的男子放下杯子 与宋十娘彪悍男子一同看向毛铃叶 老板 你有什么看法吗 毛铃叶看着坐在一块儿的两人 浓眉清醋了下 宋家村药厂一直都是杜陵和十娘跟进的 知道这药厂的人 不也只有三百 宋十娘也没生气 说道 老板的意思是 我们之中出现了奸细 不等毛铃叶说话 杜陵也就是文质彬彬的男子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所以 找到奸细就能一清二楚了 老板 我和十娘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 十几年前我们就跟随您了 我们 我们就不可能做出背叛之事啊 我只想知道结果 毛铃叶掩起了茶杯 低头 轻轻吹了吹上面的茶墨子 喝了一口 一天 他放下杯子的时候 丢出一个字 好 他来到店中 向毛铃叶拱了拱手 如同老板所说 宋家村的事情 一定是有人将消息露出去了 如果我在一天之内找不到内奸 我也自断一臂 杜陵 宋十娘也站起来 杜陵却依旧低着头 弯腰拱手 等着毛铃叶的话 好 毛铃叶汉手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们很清楚宋家村药厂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如此隐秘的地方 不容易被发现 事情一定要办得妥善